今年因為新冠危險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 和其次合謀給金會連續基盤十二檔的寒冬散亂為老餐廳 今年跟其紅包在拼損要告出的方式辦理 六合在加藍取智發展中心 基盤做立行後寒冬散亂活動起手勢 以及賣賣賣紅包每分1200元 總共大約100萬 以及獲得盤手禮1400元 加費分加地区就剩800人 福建福基金會今年的祝你幸福和黨善亂活動 六合在獎得誤會貴賓的建政制下正式開動 由黨署長談所謂合照到福建福基金會的全體動員 並持著主動出劫善愛告出的精神 準備親自來競爭分加地区 協助民眾新年的紅包和福地伴手禮 在疫情之間也減少這樣子一個風險 然後也可以傳達到我們基金會對社會的愛 可以的因為我們將每一站每一站親自送到每一位的手上 今天在旗幟中其實是第一站 再往後有每一站我們都會親自送到 應邀出色管理的市長不免費和議長鄭鳳安 都相當固定基金會過期年來對著家醫 激世家庭 和團體的協助和支持 豐厚的滿滿的禮物送到每一個孩子的手上 這就是不一樣 我想真的就從照福 迎福 天福 讓大家福天福 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祝福 我想祝你幸福 祝大家幸福 再一次感謝福天福基金會的用心 讓政府的能力 有限的能力 公部門有限的能力 能夠因為民間而更加的活絡 所以我們要給大家說 我們一起加油 每一個人都能夠幸福 陳創辦人 陳董及吳天福所有的工作夥伴 因為有你的相助 成為弱勢者的隱形翅膀 羽翼之鋒 在他們的人生路中 祝他們一輩之力 感謝你們 我們的社會有你們真好 今日我要藉這個機會 與我們的相親朋友共勉 人生的旅途 起起伏伏 有如潮汐退漲 希望大家能不怕困難 勇敢面對 珍惜幸福 人自己有能力的時候 也要回饋社會 把這份愛延續下去 好疼 讓福基金會連三十二黨起伴 和黨三萬維露餐會 今年因應日情 改以善愛到處的方式來起伴 祝你幸福的活動 以價格賣賣發出新年紅包 每一分1200塊 總共大約100萬 還有 裡面包括六四 團體三品的福地伴手禮1400元 來加回到分家地区積積800的人 希望協助更多的積積家庭 團體困境 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在這個社會 也可以因為大家好想來到三天 好想關懷 可以變得更加溫暖 美好 社會新聞 杜丁孫 翁秀三 自己一起採訪報道 不再秀出來 不再秀出來 旺TV行動客服 全新登場囉 現在只要下載旺TV行動客服APP 並登入您的收視戶資料 就可以馬上查詢電子帳單 發票 即直播頻道等 行動帳單 客服服務 讓您帶著走 一次滿足所有需求 旺TV行動客服 最聰明請快去下載喔 旺TV數位電視